我希望你會遇到葡萄和葡萄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即將到來 美國白宮按照往例 將一群傳統赦免兩隻火雞 而今年的幸運兒 就是站在人群中央的桃子與小花 我是二世代的土豆漣 我家裡已經養了七十年了 這年真的特別 因為我們有一個特別的責任 帶兩位非常重要的土豆 去白宮 為了77年 跳祭與小花將在美國時間25號 與白宮接受正式赦免 並送到農場安詳餘聲 而這也是總統拜登 日內最後一次參與赦免典禮 事实上美国总统特赦火机 是一项年度传统 通常在感恩节前夕与白宫举行 而这个传统是由前总统老布希 正式定为美国政府的官方仪式 这项活动除了应景之外 也反映了美国人对感恩节传统的尊重 以及对动物福利的关注 三立新闻是Patreon报道